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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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请老师说一下 我刚才在讲这个梅扭音这个比赛 它在音乐界里面到底具备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这个比赛是在小青界是算青少年小青比赛一个水准最高的一个比赛 它有青少年小青比赛奥林匹克的一个称语 算是最高的等级的一个比赛 那我们知道老师其实从这个科医 五岁开始就一路陪着他到现在十二岁了 这些年来你究竟他从一个初学者到现在成为一个 可以讲说世界冠军的小提琴手 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培训 当然作为学校和老师 还有他自己 包括家长来说 在他的学情的方面都投入了很多精力 这四方面要非常非常默契的配合 我觉得才能造就出一个冠军来 是今天蛮多的心血 也有蛮多的欢乐和收获 可以记不记得去年你拿到冠军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我很兴奋 而且我没想到我能拿得这个奖 因为是很难得得到的 你紧不紧张那时候 我那时候挺放松的 可是我有些时候会太过兴奋 你太过兴奋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肚子痛 那小朋友之前这样子的问题是不是很常见啊 对 他在演出的时候有时候有一点兴奋 第一次见到小提琴的那个情景 我还记得 因为我把小提琴当着一个玩具来拉 所以我没有想很多就开始放工在线上就开始乱拉了 好不好玩的时候 好玩 请问校长小朋友一开始是不是都要抱这个心态 小孩子刚开始学的时候当然是一种很好玩的心态 不过要很认真的训练的话就有点苦了 我们不然再让柯宜来为我们都表演一段好不好 是因为柯宜在这次的20周年庆的压轴庆祝晚宴当中 就会带来一段表演 我们就马上先让他来为我们表演一段卡门幻想曲 来 柯宜 现场交给你 的 掌声鼓励一下 在摄影棚里面的冷气和所有的环境都会影响到音准 好 有点可以 打电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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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